追求天人合一 提高生命质量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天使力冠名播出的国学堂 我是梁东梁某人 我们其实在过往的节目里面 有好几次都讲过了茶 不过我一直认为在当今中国 普洱茶是一个特别的现象 因为它似乎在背后可以折射出很多的当今社会的问题 比如说炒普洱茶 为什么炒成这个样子 再比如说为什么普洱茶特别有助于消化 甚至有一个城市还特此改了一个名字叫普洱市 普洱茶的热潮似乎有点点过去了 所以在慢慢过去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再来反思它 似乎可以令到我们更客观地看待这个事情 心念一闪 震动十方 当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碰到了一位专家 就是云南农业大学校长 盛军老师 盛老师你好 你好 盛军云南农业大学校长 博士生导师 中国微生物学会副理事长 其实盛老师还有一个 他不愿意提及的这个名称 因为他实际上还是普洱市的副司长 不过我还是想问一个问题 普洱市为什么要改名为普洱市 普洱市原来叫斯毛市 斯毛市在我去之前 我个人感觉就是一个边陲小镇 对 正因为改成了普洱市 所以现在经过大家的打造 已经变成了一个文化名城 这个确实非常有趣 我也有像你一样的这种疑问 是不是因为茶特别火改成了普洱市 我想可能确实有这方面的原因 实际上在200多年前叫普洱府 我们所说的普洱茶 就是因为过去是贡茶 所以变得非常有名 所以后来也想一下 为什么说会变成普洱市 实际上后来我们总结出来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历史的回归 原来叫普洱府 当然时是普洱茶是以普洱府而有名 因他而得名 而现在确实是也借了普洱茶的名 所以改外普洱实际上是一种 既是回归 又是借茶而兴世的一种具体的体现 我觉得这个名字改的挺好的 说回普洱这个东西 我曾经听说一个说法 说全世界各种茶都可以做成普洱茶 但是为什么只有你们的地方叫普洱茶 普洱茶它经历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确实是在广州也做普洱茶 在很多其他省市也有做普洱茶的 包括在日本的禁港 一方面说明了普洱茶确实很火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很不规范 因为一个具有地理标志的产品 法力健全之后还是会得到保护的 所以在2007年 云南省政府申报了普洱茶地理保护标志 08年开始公布 从那一天开始起普洱茶 就只有在云南才可以生产 只有在云南生产的 当然有很多县子才可以叫普洱茶 所以我以前很小时候在广州喝早茶 我爷爷说侯雷就普洱 这是广州人产的普洱 后来我觉得普洱是一个很时空见惯的茶 因为从小就说是最便宜的 就是到茶楼喝茶 结果后来长大了之后告诉我说普洱还挺贵 而且是那个样子的 我就觉得很诧异 原来中间是有这么一个因缘 就是说有曾经很长的一段时间 人们认为吉普车都是各种没有屁股的高高的车 都叫吉普车 后来人家说只有克莱斯勒公司生产的高高的没有屁股的车 才叫吉普车 其他的都是因为他做得很成功之后 别人模仿了 所以后来就 我觉得还有很多香香的道理 是吧 就是这样嘛 是吧 由于你们太成功 这个事太成功 虽然大家都叫做一个品类 一个品牌变成了一个品类的代名词 我以前还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把百度变成搜索引擎的名词嘛 所以百度一下是我做的嘛 就是百度它不等于搜索 但是做着做着 大家以为百度就等于搜索了 它其实是一个 因为你一个品牌做成品类以后的这么一个过程 好说回来 关于普洱茶 我有两个很有趣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 我发现现在很多人都下意识地觉得 比如吃得很油腻 很好 然后不怎么吃蔬菜 只吃肉的时候 说我一定要来浓浓的普洱茶 才能够化油 寡肠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概念呢 其实经过我们研究发现 普洱茶类的有效成分 于我们清洁剂 和去物剂里的这种成分极其相像 是生物的 生物的成分 只不过是天然的生物的成分而已 所以它喝完喝下去之后 尤其油性大的 我们所说的饱和脂肪酸 它能够结合得非常紧密 结合之后就抑制你吸收 抑制吸收之后就增加排泄 所以大家试想一想 如果你喝了清洁剂 能不能够刮油 这就是我们从常所说的 刮油的最基本的道理 所以由此也得出一个正常 或者说一个科学的推荐的 一个喝的方法 就是如果想要刮油 让少吸收 就要边吃饭边喝普洱茶 熟茶 因为你如果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然后再去刮油 再去喝 人已经吸收了 效果就十分的差 我们做过一个实验 非常有趣 就是把三组老鼠 一组是正常的老鼠 一组老鼠让它吃高油脂的食物 就是喝了这个 给它定量 给它喝了普洱茶之后 熟茶之后 正常的没有什么变化 就说明它对正常没有影响 而喝了高脂这个之后 体重增加 血脂增高 血糖增高 而喝了普洱茶这种老鼠 就是排泄脂肪 和胆固醇的量 大量增加 这就说明被益子吸收 增加了排泄 所以这是我刚才说的 为什么要边吃饭边喝 如果你吸收之后 你再喝茶 它这个没有益子里的吸收 所以就减肥了效果 我觉得你们做科学家 这好伟大 我都能想象你们 把那个老鼠拿开来之后 留下一堆黄金般的粪便 然后还慢慢剥离 看看到底有多少油的那种情景 所以这叫臭病很有趣 臭病很有趣 这很了不起 很伟大的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说明普洱茶 它的确是有这种寡油的能力 我听说普洱茶在发酵的 发堆的 由于现在很多人 要自然发酵 发酵五年十年 时间是很贵的一个成本 所以很多人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用各种的强力手段 合法不合法的 良心不良心的手段 加强了这个发酵 所以就好像感觉到 新茶一年之后 就发酵从了好像十年效果了 但是据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出现了很多的霉菌 其实现在市面上充斥了很多 这样带有霉菌的普洱茶 据你所知会是这样吗 这个在台湾2003年到04年 台湾的很多民众就有过这种疑问 因为看到这种发酵的样子 看到这种颜色 对一般的食品来说 有一些疑虑 所以就委托了台湾大学的 一个叫孙露西的教授 做过一个实验 他这个做了什么实验呢 他把正常发酵的 和故意加了霉菌的 以及经过杀菌之后 这三种做了个对比 结果非常有趣的是 正常发酵的里面 这个普洱茶 没有任何有害的微生物 而加了霉菌的 比如说黄曲霉菌 加了霉菌的这种普洱茶 经过正常发酵之后 黄曲霉菌也不存在了 也不存在了 这就说明 这个微生物在生长的功能当中 一方面是茶 里面有效的成分 可以抑制黄曲霉菌的生长 另一方面就是 有益的微生物 大量繁殖之后 也相应的抑制了 竞争性的抑制了 这个黄曲霉菌的发展 所以就也没有发现黄曲霉菌 还有一组 刚才说 把它所有的细菌都杀掉 再加入黄曲霉菌的 结果非常有趣的是 即使是这样加进去 把其他竞争性的微生物都杀掉 结果黄曲霉菌有 但也符合卫生标准 这说明什么呢 这三个实验说明了 茶里有一支 有害微生物繁殖的能力 这个非常有 这是科学的一个数据 任何东西都可以产生 有害的微生物 土耳茶 绿茶和红茶都不例外 只不过是非常遗产 不安全 不卫生的情况 这种情况产生于什么呢 就是二次污染 比如说这里边在仓储的过程当中 薄米或者是这个 比如说是这个花生 还有一些这个马铃薯 这些东西往往它本身非常容易繁殖这个 繁殖这个这个 微生物 有害 尤其这个黄曲霉菌 你想为什么不建议长牙的土豆 长牙的薄米和长牙的这个花生米 绝不允许吃呢 因为他们这三种成分 特别容易产生黄曲霉菌 所以印度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 到底这个印度的实验是什么呢 对不起 上次休息 马上继续回来